如果一個禁止的原子核 原子量的話是212 這個可能是念B,就是BI BI是有α衰變 這是衰變後的原子核 現在有關此衰變的敘述 哪些正確呢? A,衰變前後,動量守紅,這個對 總動量守紅,這樣看B 衰變前後,系統從力血能守紅,這錯啦 你衰變以後,如果有核能的話,變成他們的動能 所以力血能不守紅,就是力血能會增加 動能會增加,這樣看C 衰變後所射出的α粒子 以衰變後原子核的數量比值約為1 好,那我們知道這個原子核 它的質量數多少? 這是4,α粒子是4 那212-4是208 這個動量要守紅 動量要守紅,就是說它的動量加它的動量 如果是禁止的話,那等於0 那假設它射出去是往這個方向 所以就是4,4VR 那減掉多少呢?它射出來是往這邊 就是208 這叫Vα 那就是Vx 這個要等於 總動量要等於 所以我就曉得 它是那個 α粒子與衰變後原子核的數量比 那Vα 比上Vx 等於多少? 移過來,除過來就是 208除以4 所以 4520,42的8 比值應該是52才對 所以應該是D D的話才對 C的話跟E都是錯的 1的話它是說這個比值是106 這個C的話它是說比值是1 這兩個都是錯的 比值52的話是D 所以當然應該選A跟D 3 5 5 5